血管里面都是油 记住两个食疗法 党固醇降得又快又简单 临床上很多因为关心病等心脑血管疾病而去世的患者 血管都是异常的后应 然后也会发现在破裂的血管壁里 存在大量粘稠的黄白色的油脂堵塞住血管 这些油脂就是党固醇 党固醇是导致血管堵塞 引起动脉周样硬化 造成心脑血管疾病的元凶 当一根血管被堵住80%以上的时候 那么这条血管算是被基本堵塞作废 当党固醇的含量升高就会引起动脉周样硬化斑块 静脉血栓的形成 从而造成动脉血管狭窄、阻塞 导致心脑血管疾病的形成 这种情况出现在脑血管时就会引起脑梗塞 党固醇含量在140到199毫米O、L之间 是比较正常的党固醇水平 心脑血管疾病的根源是血管堵塞病变引起 让血液畅流就要打通关血管减少党固醇 而党固醇主要来源于高脂肪食物 如肥肉、内脏、油炸食品等 但现在很多人的饮食几乎没有规律 所以饮食结构的调整对于预防和调理起着关键作用 通过多样化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来降低血液中党固醇含量 是最长期有效的方法 食疗在中医上也极为推崇 因为能够最大限度地对血管进行养护 减少药物的进一步地损害 但是单吃食物的话 众所周知吸收是缓慢的 需要长期坚持才有效果 所以即使再好的食物 也需要技巧去提取里面的精华成分 让人体直接吸收 所以你们这里的两个辅助食疗方一定要带走 一、食物榨汁 苹果富含果胶、纤维素和维生素C 有非常好的降汁作用 每天吃两个苹果或搭配一些蔬菜水果榨汁来喝 坚持一个月 大多数人血液中的胆固醇会降低 水果和蔬菜搭配来吃肯定很奇怪 但是水果蔬菜汁是很多人都喜欢的 流汁去渣 如橘子苹果胡萝卜汁 苹果西芹柠檬汁 苹果葡萄圆白菜汁 都是十分有效的 只是效果缓慢 需要长期坚持 二、全胚芽黑苦乔茶 全胚芽黑苦乔茶中富含丰富的卢丁成分 可将血压使墨烧血管扩张 新收缩增强 同时还能缓解毛细血管脆性 增强血管韧性 对调理脑出血脑血栓都很好 它当中还含有丰富的类黄酮物质 能够抑制体内胆固醇支质合成 降低肝油三脂和胆固醇防治动脉周样硬化症 所以可以每天可以用全胚芽黑苦乔茶泡水喝 或煮粥做米饭的时候放一点 长期食用 对血管的帮助作用就会显现 最后要注意的是蛋黄 牛羊肉等红色肉类 动物内脏 蟹黄 蟹膏 猪油 肥猪肉 肥羊 肥牛等胆固醇含量多 能不吃就不吃 蔬菜水果和菌藻类食物 如芹菜 玉米 燕麦 木耳 海带 洋葱 南瓜 地瓜等 这些食物有助于胆固醇的排泄 能多吃就多吃 关心病是一种最常见的心脏病 是动脉血管发生动脉周样硬化病变 而引起血管腔狭窄或阻塞 造成心肌缺血 缺氧或坏死而导致的心脏病 一 年龄 关心病主要的人群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不过近几年 关心病有年轻化的趋势 二 饮食 经常吃高热量的饮食 动物肝脏 抑患关心病 要控制关心病的发病率 除了控制高支饮食摄入外 也必须重视控制食量 三 肥胖 超标准体重者 抑患关心病 当体重迅速增加者时更要注意 四 血压 血压升高是关心病发病的危险因素 血压升高所致动脉周样硬化所引起的危害 高血压病人患本病者是血压正常者的四倍 五 血脂 由于遗传因素或脂肪摄入过多 或知致代谢紊乱而致血脂异常 如总胆固醇 肝油三指 LDL VLDL增高 而HDL下降 容易患上关心病 要远离关心病 就要有一个好的生活习惯 而且要定期地做一个身体的检查 做到早发现和早治疗 对于长期从事脑力劳动者 要学会适当放松 不要让自己长期处于压力中 若是得了关心病 就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一 洗澡时间不宜过长 关心病患者洗澡除了要保暖外 还需要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 避免过度闷热 洗澡时间也不宜过长 因为人浸泡在热水中时 全身皮肤 肌肉和腹腔脏器中的毛细血管 会扩张充血 全身有效循环住的血液量会减少 血压下降 心、脑、肾等重要脏器血液供应不足 导致病情加重 二 补吸辅助治疗 关心病患者体内吸元素处于明显的缺乏状态 体内缺吸会导致病情加重 是关心病的死亡原因之一 而补吸能够大量破坏动脉管壁损伤处堆积的胆固醇 使动脉周硬化病变得到改善 并明显减少心脚痛的发作频率 控制关心病的发生、发张 此外 吸还具有减轻心肌梗塞时 心肌损伤程度缩小梗塞面积和促进修复作用 补吸可食补也可药补 关心病患者饮食方面要注意的很多 建议食用吸围康口角片补充麦芽锡 人体能吸收的是有机吸 有机吸里脉牙锡是生物活性最高的 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三、适当运动 关心病患者运动时段不宜过早 还要应避免进行剧烈运动 避免大寒出 以微汗为度 具体运动方式可选择在阳光充足通风的地方进行散步 打太极拳、交易舞等运动 以感到舒适愉悦为好 运动每次时间30到60分钟 心率达到每分钟170减年龄的数值即可 不需要天天运动 可根据自己身体状况自行判断 四、稳定情绪 关心病患者应注意调节心情 稳定情绪避免过度激动 也无大喜大悲 少看激烈紧张的比赛 惊险刺激的电影和电视 降低情绪刺激 使肾上腺素分泌过多致血压升高 血管症挛而引起动脉斑块破裂 血栓形成 发生急性心肌梗塞